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用到的比较好用又好看的一些小物价 好看的视频,耳夹,还有好用的化妆镜,还有润唇膏 我们就一一说起 首先就是指甲贴 那刚好我现在手上掉了几个就可以跟大家演示一下 它硬盒里面会有很多从大到小甚至有的可以贴在脚趾甲上 你要把它透明的这一个尖尖放到这里 大小比较合适的话呢,你就把它撕掉 这种美甲贴当然也有缺点,就是它会没有那么的持久 但是它相比于你去做指甲,卸指甲来说还是比较不伤指甲的 我这种手餐也可以很轻易的一个人自己就贴好了 而且白色的上面还有这种立体 这种立体的如果你要去美甲店让它一点一点帮你做上去的话 真的要做很久 美甲贴这种东西就对我这种没耐心的性格也是很适合 我还有一盒是这样的 这种就是更适合夏天,它有绿色的银色亮片还有黄色的 因为我夏天很喜欢穿黄色的衣服 就不管是上衣也好,裙子也好,短裤也好,我有很多黄色的单品 这个时候就不禁想起一首歌曲 anyway,让我们屏蔽掉它,开始讲下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最近的新宠化妆镜 我这个是8寸的,它的镜面呢就是比较够用 它跟我平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在镜头里能看到的是我的头部往上一直到就是胸部这里 所以不管是化妆还是做发型,这个面积是完全够用 而且你放在桌子上用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要拉低一点 你就可以直接 因为它整个轴这里和这里都是可以旋转的 你就可以自由的调节你需要的高度 我觉得这个设计对化妆镜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经常需要在化妆镜下面去垫梳把它拉高 它可以调节高度的话,就把它的杆做的长一点 然后让我们自己去拉低就好了 它的按钮是在底板这里 你按这里呢,长按就是点亮 短按的话可以调节它的冷暖灯 暖光,自然光,冷光 然后强弱是有五档调节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自然光和冷光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清晰度非常的高 化妆比较不容易出错 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要晚上在室内 你想要化一个比较浓一点的party妆的话 你也可以用到暖光 总之它给你提供了这三种色调和五档亮度 我觉得是够大家去选择的 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用到最亮 然后自然光或冷光 它这个是可以折叠的 我收到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什么寒暑假回家啦 或者是出长差,长途旅行的话 你想要带着化妆镜进去也是可以的 它的电池是4000毫安 就是像你每一次化妆可能用个半小时左右的话 其实也是能用挺多天的 它整个镜身是白色的 然后这里是粉色 是很好看 类似玫瑰金的那种粉色 完全不会艳俗 我特别的喜欢 这个牌子叫做Facer Night 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也买过那种没牌子的 100来块钱的化妆镜 是带灯的 可是那个灯光的效果会比这个差很多 这个按钮如果它坐在镜面上的话 你护肤完手上会有一些油质的东西 再去按的时候 就是镜面上会有很多的指纹 真的是让强迫症非常的抓狂 所以我还是喜欢按钮坐在底座上面这种形式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接下来是一个润唇膏套装 是Fresh加的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的嘴唇本来就是偏红一点 所以我涂这种润唇膏会比较偏粉一点 所以如果你是唇色比较浅的那种的话 其实你涂这个会很奶茶 但是粉里面带点橘调看起来很奶茶 但是你涂的时候千万不要像我这样赚那么多 我已经因此弄断了其中的一支了 因为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软 这个就是透明无色的 然后它还有一些颜色更明显的 这个是这个颜色 就会更加的草莓粉一点 你看我涂成什么样子 啊心痛 这个我记得它就跟壳一样是美粉色的 这支是这个颜色 这支稍微有点艳了 这个是珊瑚红色 这个也是存在感比较强的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荧光的感觉 所以黄黑皮的话可以避开这一支 颜色上面来说呢 你可以买这个无色的 还有这个奶茶色的 这两个是我比较推荐的 那如果我们还要继续戴口罩一段时间的话 你不免是会被口罩蹭掉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其实就是两种选择 要么就是持久度要高 要么就是要非常的不干 这样的话我可以勤补涂 那润唇膏带一点颜色 如果刚好比较符合你的唇色和你的肤色的话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你一天到晚不停的摘口罩 不停的补涂 都不会怕它带来更干的唇纹什么的 唯一的问题是你晚上要记得卸妆 不要因为你自己用的是润唇膏 然后忘记卸妆这回事 还是会带来一些色素沉积的问题 那这个是Fresh的润唇膏 下来是一些饰品 我前阵子去了一趟海边 真的憋太久了 终于去了一趟户外 像这种耳夹就特别特别的适合在海边带 啊 so cute 因为我是没有耳洞的 所以说我买的全部都是耳夹款 你去专柜也好 去精品屋也好 大部分的饰品它都是给有耳洞的人的 所以耳夹其实很难买到自己称心意的 所以我基本上呢都会锁定这种好玩的款式 就是做一个装饰嘛 搭衣服 这个小黄花上面是黄白的小格子 下面又是白色的小球球和灰色 还有棕色的小球球 它的颜色很协调 但是又很丰富 所以其实可以搭很多衣服 这一对超级适合海边 因为它就会给你一种被壳的感觉 可能很多人戴耳夹的话 会怕耳夹的这个部分不够美观 但它就直接把耳夹的部分也做成配饰的一部分 就很可爱 这个西瓜的就是它就没有那么的有质感 但是它就是更有趣味性 它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小西瓜 很适合你穿一些小裙子 穿的可可爱的时候来戴 还有一些我最近还没有机会戴到的 但是都买得非常的成功 这个蓝色超级可爱 它就是那种马卡龙蓝 它后面的这个是一个小木头框 这个也很好搭 就是好搭又可爱 因为它整体大面积的是白色和米色 所以它就连搭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可以 但我已经买了一阵子了 我希望它们还有货 实在没有的话 大家也可以截图去搜索类似款式 因为淘宝上面这种可爱 有趣风格的耳夹 还是挺多的 所以大家不怕错过一个 这个相对来说会更适合秋冬 而且它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这种不对称 它的花花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它整个的质感也会很好 在这个季节头发扎起来这样戴也会很好看 这个也是绿色的 因为我夏天也很喜欢穿绿色 这个绿色就会比刚才的更春夏的感觉 而且它是这种镂空的 看起来就特别的精致小巧 我买的这些都不会很重 因为我会着重的看一下评价 有没有人评价它很重 有一些大家都说重的话 我就会直接pass 这个就会比较低调一点 你上学上班带也不会很突兀 最后一个 我很难说它是一个好看的东西 它主要是包装很好看 这个是乐唇的一个带餐 它打开是这个样子 它给你每个瓶子附带了一个小灯泡 我没有搞懂是怎么玩的 这个大家可以发掘一下 它是一盒八瓶 一盒一粥 官方名称叫乐唇控热瓶 就是控制热量 这一瓶叫Brain Force 那因为它是什么脑动力 好像是含咖啡因的 所以会建议你不要晚上喝 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呢 你就可以晚上去喝 尤其是像它叫Slim Force 就是先体瓶 它们还有一些膳食纤维 对我来说呢 我并不是跳掉某一餐 而是增加这么一瓶 会增加我的饱腹感 以免让我吃更多的零食 吃更多的夜宵 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不建议大家去节食喝带餐粉 我在喝这一瓶的那一周 我确实有变瘦 当然我再强调一次 不是跟你说这个东西 你喝这个就会变瘦 而是说因为喝这个 所以我那一周少吃了零食 少吃了夜宵 它替代了垃圾食品 而不是替代了正餐 所以我才有一点减重的 我之前一直以为代餐粉是很难喝 很无味的那种 但是这个喝起来每一瓶都很好喝 有的是水果味的 有的是蔬菜味的 比如说能喝出来紫薯的味道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代餐粉要做到两点 一个是真的能提高饱腹感 这个是它的实用度 第二就是喝起来不能难喝 这个是我们的实用感 那只有你实用感好了 你才愿意喝 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有可能以后还会回购 所以乐唇的控热瓶也推荐给大家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或者是微博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